好 全球现场我们来关注的是呢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 背叛有罪哦 创下了美国史上的首例 更多重点交给真荣 大家早安 这个全球现场 先带你来关注的国际最新小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 现在遭到美国联邦法院裁定 三项重罪全数成立 也创下了美国史上首位 第一家庭亲属背叛有罪的记录 杭特他是被指控说在2018年 染上毒瘾的期间购买手枪的时候 隐瞒了吸毒的经历 违反了非法持有枪支等等的 三项重罪 全案经过了七天的审讯 联邦法院现在认定 杭特的三项罪名全部成立 最高可以判处75万美元的罚金 或者是最高25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因为念在杭特他是初犯 所以这个刑则可能不会判得太高 杭特拜登现在就被指控说 买枪的种种不实陈述 所以遭到了法官判决 三项的罪名是全数有罪的 这也是美国史上第一遭首度有 在位总统的子女被判刑 好 检方现在就指出了 54岁的杭特拜登 是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他是买手枪的时候呢 在这个联邦表格上面谎报自己吸毒的状况 是和最后的刑问 有很少资格的状况 内饭的责任的状况 如果有很多责任的状况 发生了 冲本的状况 与罪及逮宾的状况 尤其中央事者 Review 对此的状况 尤其是 这个刑持说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 杭特拜登是一开始不认他有罪的 他变称说当时他是在戒毒 没有在枪支申请的表格上头撒谎 而他事后也发表声明 表示对结果非常的失望 但是还是很感谢妻子家人 还有朋友给予他的爱和支持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 也发表了最新声明 他表示接受判决的结果 而外界就分析了 这个案件是受到高度的瞩目 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到 11月份的总统大选的选情 好 另外来看到是这件事情 也可能会冲击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就是以哈战争了 当然现在拜登政府一直以来 都力挺以色列的态度 也让很多选民对拜登政府 产生了一些质疑 而现在持续来关注 以哈战事的最新状况 这是以色列 现在持续对加萨 还有约旦和西岸 来发动攻击 在周一深夜和武装分子 激战之后 导致有6个人死亡 哈马斯现在就宣称 这死者当中 包括了一名高级指挥官 以军最近是扩大了攻击力道 包围约旦和西岸的难民 以来展开袭击 酿成多人死伤 联合国的报告现在指出 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 镇压行动 已经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在战争开打以来 以军造成超过500个人死亡 逮捕了数千个人 好 另外来看到 是美中在科技角力的部分 现在有个最近消息指出 美国政府要考虑 采取进一步的限制 以限制中国大陆 取得用于AI晶片的技术 包括了AI晶片的龙头 辉达英特尔跟超维 还有台积电等等的企业 都在争取引进环绕式 炸机电晶体 也就是GAA设计的半导体 计划要从明年开始要量产 GAA的制程是有助于 提升晶片的效能 并且可以降低功耗 是在目前的半导体产业当中的 尖端技术 而现在美国政府在讨论的是 要限制中国大陆 获得此项技术 好 俄罗斯的国防部 现在宣称已经和白俄罗斯的军队 一起要展开第二阶段的 战术核武的部署演习 俄罗斯现在也表示说 这个演习当中 包括了部署伊斯坎德 飞弹系统的训练 并且进行了携带 匕首飞弹的超音速 拦截米格三一战斗机 还有树架的图22M3的 长程超音速轰炸机 在这个飞行训练上头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点 是在乌克兰 和平峰会在15号要举行 然后接下来13号也是G7 好 各大国家的西方元首呢 都会飞到意大利来参加 所以俄罗斯现在这个举动 被解读是为了振折 乌克兰还有一些西方国家而来 好 刚刚提到这个G7峰会 即将在13号到15号 在意大利这边举行 那外媒现在就报道了 在过去几个月 有非常多的迹象 可以看得出来 中俄之间的合作 是更加的深化了 那这一届峰会 其实讨论一个重点的议题 就是关于中俄的贸易 还有俄乌战争的影响 甚至还有可能G7领袖 会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严厉警告规模比较小的中资银行 不要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的制裁 但是消息一出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头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他就再次强调 中俄合作是不受第三方的干扰 中方从不接受任何非法单边制裁 中俄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 不受任何第三方的破坏干扰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下Che여�oine 下先生 下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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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下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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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